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鸟的比例你怎么去做得更生动 这些比例原则我们就必须要去跟一些相关单位商量一下 你们这些鸟尸体可不可以借我们丈量 让我们丈量的一些重点部位之后 然后去做一些揣摩 看照片也好 参考书也好 或是一些图鉴也好 制作出来的这些作品都必须要跟它现有的鸟种的环境要相当符合 为在嘉义冬时的凹谷湿地拥有多样的生态环境 根据统计 每年有超过200种鸟类选择佔留于此地 每逢冬季后鸟来胎时期 这里更成为许多赏鸟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而冬时自然生态展示馆此次举办的《盐水之期》展览 结合本力特色和木雕记忆 让民众可以更近距离认识野鸟 一般我们在外院长鸟的时候 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很小很小 有时甚至你只听到声音没看到东西 没看到鸟 这个机会刚好很接近 实际看到真的 随着时代变迁 生态保育发展出更多元的形式 透过艺术及其他跨领域之间的相互合作 不仅能协助保育工作的进行 也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 有台湾第一厢之称的西港寡乡 集结了96村乡众多的镇头 是相当具有特色的民俗活动 日前也在庆安宫前举办了开馆仪式 为绕境活动打开序幕 新典年龙六二月赛九日 早上就有很多民俗 十天带到伊桃子 在西港庆安宫北平的公共 但要分享西港新典牛科的第一场 电头开馆 西港庆安宫阳 會驗收、驗收這個省庫 武町有十八町 文町差不多有十三町 既然在台灣的廟會 非常頂固 如果你們想要清新提案 三天的冠鄉 除了5月17日到30日 四天的冠鄉遙見花棟 等於暗時 在每一個自然頂頭的廟墊前 讓我精彩混亂了當